Samsung CEO 盧泰文日前提到 摺疊屏幕手機是當今主流 所以 Samsung 在香港時間8月10日晚舉行的發佈會上 推出全新摺機 Galaxy C4 4 以及 Galaxy C Flip 4 首先要說的是 C4 4 今次新機最大改變主要是拿上手的感覺 明顯比歷代的 C4 摺機輕了 如果根據官方數字的話 就只是比一包普通Size 的紙包飲品重一點 打開屏幕之後也見過邊框都收窄了 另外 C4 4 同樣採用滑孔屏幕 Samsung 再將平下相機進一步一體化 隱藏度更高 至於主鏡頭拍攝方面 設計延續上一代 但主鏡頭就升級至五千萬像素 去到操作方面 屏幕下方就新增了常用工作列 用家可以更加善用這部大螢幕手機 更方便切換不同的 App 另一部新摺機 Galaxy C Flip 4 外形設計就和上一代沒有太大分別 但就加入了冰川藍色 紫色就變成Bora紙 今次C Flip 4 主要是機面屏幕上 作出最大更新 例如筷子設定的圖示 由三個變六個 今次機面屏幕最特別的是 不單可以用Samsung官方主題 還可以自訂介面 設定自製的GIF或者15秒短片 除了兩部接機 同場還有全新智能手錶 Galaxy Watch 5 Galaxy Watch 5 Pro 和新耳機Galaxy Buds 2 Pro 對這三款新產品有興趣的朋友 就記住要留意我們的報道 到最後啦